白沙的朗溪村位下的隆安村 我们通过台山市人民政府网站 找到这叫隆安村传统村落 一据介绍政府网站介绍 这条隆安村的碉楼和浮月村的碉楼齐名 意思是台山碉楼最美的地方 就是浮月村和隆安村 我们正在进入的这条隆安大道 这些地方呢 我个人觉得台山这么多乡村 这些地方已经是很山的 因为我们一路进入都是小路 村道四周都是一部车 多一部车都要礼仰 这条隆安大道都算好走 都算阔的了 这条就应该两部车紧紧 我真的想不到这里有这么漂亮的洋楼碉楼 我们一走进来这里已经看到了 我们根据人民政府的指引 进来这里参观这个隆安村 我们慕名而来 据说这里有四五座碉楼 那些碉楼 就是当地姓王的下 是大肚王 是一个早期移民去美国的一个华侨 四个儿子回来的乡下 建了四栋这些碉楼 暂时我现在看到有四五座 这些碉楼当时建的时候 全部建筑材料包括砂石枪 玻璃全部通过海运 现在我们看到很漂亮 我正面这一座碉楼 全部通过船运 从美国才运回来香港广州 然后再广州转船运运去开平 三浮三浮再通过白沙河 船运再请工人 一路搬回来 建了四五座 他们四个兄弟建了四五座 这些前面很漂亮很漂亮的 这些红武例 这些碉楼 我们现在停下这部车 参观一下 如果大家想进来 你就把地图搜索 搜不到龙安村 你一定要搜浪契村委会 然后就有指示牌进来 我们现在先下车参观 这是什么 是 龙安村 龙安村 这一条村就是 龙安村 龙安村 这座,是不是村位那些呢? 有些山水画 阿苏,阿苏,你好 哇,这条村很多那些雕楼,是吧? 是呀? 哇,我一进来就看到很多那些雕楼,雕楼那些,这些没有整的,是吧? 就是没有整的那些,湖南那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啊? 好自然啊 没钱,没钱,那些是政府撥钱的 政府没有撥钱啊? 政府没有撥钱啊? 麻烦你们啊 那我进来这条村,看看 四周都是山,这边是比较多山的 那我看一下这些,这个水塘 那这些是很原始,很自然的水塘啊 那连湖南都没有的 那刚才那些村民说了,没有撥钱啊? 那当然啊,这条村就是怎么说呢? 那来公路比较远一点,就是比较偏僻一点 那我们开车进来的话,都开了大概是十分钟左右 那所以这些,那来公路远的这些村呢? 就,就是保存得比较自然啊 那这条村就,很多这些这样的标楼,楼那些那些 那这些屋,那样看就荒废了了 那这些座,这些座应该就是属于那些 标楼,楼那种风格了 那这些,平方这样搭的 那这些就是属于那些 虎屋啊 都挺漂亮的 那现在这样看就,似乎好像是没人住的了 那这裏 有个门牌,写着浪溪 应该就是龙安村的 那这家屋更新的 那这家屋就,有人住了 里面有很多东西 多年老板这儿,那我用来洗 çeo 那我去洗,那放的 也可以多洗,一顿 所以,我用来洗湿 這裏走進去,我可以看到裏面好像是圓頂 應該是小樓 這裏有幾座,兩座 前面這些就是泥磚屋,這些就沒有人居住了 進去這個村後面,這些就是爐 這個角度看不到,原來在上面是有個頂頂的 離遠看,好像白宮 就是這間 現在在這裏看上去,以前的鐵槍沒有移動過 這裏有個樓梯,上去 這間路呢,這裏有個門口 下面這裏就生了草 即是說很久沒有人走 我看到就是,換了一棟不收江門 即是說,久不久都會有人回來 這些這樣,平時就沒有人了 起碼換了一棟門先 這裏有一條巷,村中間有一條巷 這裏有一條巷,看到這條巷很滑 這條巷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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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又有一個門口 以前那些村的屋都兩個門口 這邊呢就是,這邊這個石級就沒有那麼多草 可能在這邊出入比較多些 這邊也是,原來是一棟不收江門 這邊是,現在走到這邊 這邊,這裡還有一個石級的 往上去,好像山一樣 上去,好像山一樣 那,原來這裏呢,是,有一棟漏在這裏 在這裏,這座很高 有一個雕樓,這些是生滿草 在這裏才能看到,這裏寫著什麼樓 這個門口,我們站在這裏就能看到 像一個半山一樣,這裏有一個門口 上去這座吊樓 這裏有一個梯級,現在又是生滿草 這裏這樣上去,上去這門口進去 這座吊樓這裏 這裏長期沒有人在,沒有人打理 生滿草 看看這條行,這條行 有很多草 看過去這條行,這間也是 在這些角度拍下去,看得不清楚 這間屋,換了鋁俠金槍 就是這座,又是古舊屋 這樣看,這間屋好像是這麼多東西 應該沒有人住的 應該是這間屋這邊 這間屋,很乾淨 這間屋就應該有人住了 那會不會是這些東西,就是這邊 左手邊這間屋的那些人 放一些東西在這裏住呢? 這間屋,什麼意思呢? 朗溪龍安邨25號 那邊的座也是 但是,這個角度看得不好 這個角度看得不好 一走出去 這間屋,很難 這間屋 這些村子也是很少人的 很安靜 這些村子也是很少人的 這些村子就是鵬林 或者叫鵬鵬 鵬鵬 我想看看這間屋 這隻狗 看到我便不叫 我走過去,牠不會叫呢? 我可以看到後面那些 這個角度,狗的伏在,這隻狗的伏在,這隻狗的伏在算好, 我想我走近一點,不知道有什麼反應 我先看看這幾座,這個樓先 上面有一個瓶,這裏有一個門口,三碗草,門口也是 本來這裏是一個花園,在外面圍牆,門口就是那邊 這裏有一個門口,現在看到,還有一些標語在這裏 這些沒有查到嗎? 毛主席萬歲,這裏叫共產黨萬歲 看來這裏,即是說這些房子,交通了很久 這裏是一個門口,進來 這裏是一個門口 這裏是一個門口,這裏是一個門口 這裏是一個門口,這裏曬了很多東西 既然遊見 Иves,還未 Kak bulken 既然發生了這麼多禮物 這裏是一個nych深度 這裏有石級 on coloca 這些是花階磚 有幾棵石級 門口 燙籠 燙籠屋很漂亮 這裡有個牌 台山市不可移動文物 這間是清爐 現在屬於文物 這裏是外面的風光 都很漂亮的環境 有些沙 這裏應該是水田 現在好像沒有種東西 生了草 外面 什麼牛 水牛 這裏種了東西 這間屋 很漂亮 很有氣勢 有些羅馬柱 這麼漂亮 這間屋 還有人在這裏住 保存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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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 你好 我拍攝這間屋 我拍攝這間屋 聽到我講話 這間屋 聽到我講話 這間屋 是 這間屋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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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舊屋 是舊屋 但也很漂亮 你在這裏住嗎 一整天都漂亮 現在屋 你還在這裏住嗎 這間屋 還不是你 現在 是她的 她的 泰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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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泰棠 有泰棠 他聽到,他可能聽到 阿伯,你好 林貴公聽到 這間屋是不是你的? 是 住了很久 即是你的祖宗留下 這間屋有沒有100年? 有 很漂亮 100有多 現在紋墨 沒用,過時 不過時 怎麼過時? 不算過時 這些屋很好住 現在曬這些 這裡有個牌 算了 這裡有個牌 這裡是寫字 又是文物 不可移動文物 這間叫做膠爐 一間爐 廣州 廣州 那邊有一座 這座應該是正式的釣留 這些就是 好,麻煩你 我走過那邊看看 先看一看 好 這座是標樓 我現在在這角度 看到 這裡有兩座 就是剛才我沒有走進去那座 那隻狗在這裡 我現在在這邊看看 這個角度 這裡 應該是種了東西 種了些菜 那些 一條小路 在這裏走過去看看 這座路 這些也是保存得 都幾靚啊 後面那座更靚 上面 有個庭 現在我看到 好像是六角還是八角庭 你看這座 還有很多標語在這裡 以前那些 應該是文革時候那些 什麼 熱愛 補主席那些 這邊是擁護 你就知道了 那就是說 這些標語是文革 出現得最多的 現在還保留到現在 看看這間 那些 那這些 保存得 真的都很靚啊 那最主要就是去 原先起的時候 用那些材料 用得非常之好 現在這樣看上去 雖然有些舊些 但是很完整 真的保存完整 這些這樣 兩樓 三樓 那些陽台 飄了出來 這些正式就是以前那些 即西式那些 那些風格 門口 灯籠 門口 灯籠 灯籠 門口 灯籠 那這裏是高了一點的 高了級的 那怎麼說呢 那是風水很好啊 那在這邊看過去 那就是這座了 剛才那個 八角座了 那在後面這裏看過去 那上面 又是一個 八角亭 一個圓頂 那 那 離遠看過去 有些像 怎麼說 好像白宮那樣 油了白色它真的有點像的 那這座就是凋樓 那在側面看 不是 我們可以否定 我們不拍攝 您 甚至 您 有 他的 好 如果 那 這間屋還有人居住 有個爐在這裡 一個花園 這隻狗 我已經撿回這條河 這隻狗很大隻 幸好沒有叫客死人 這是龍安村 不是很大 小小的村 裡面有很多碉樓 爐那些 離遠看下去 原來真的有這麼多碉樓 進來 首先最顯眼就是這幾間 離遠看 那些都很突出 這個就是水塘 這個水塘 沒有湖南 比較原始 比較自然的那些 今天這個龍安村 就拍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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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